全線分配,我們全線系統 由哪些部分組成,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每個登錄用戶進去看到的菜單應該取決於他所擁有的全線 對不同的用戶 他進入系統後看到的菜單應該是不一樣的 這是我們的一個需求點 接著下面第二個需求點 如果每個用戶都去設置全線,操作起來非常防守 像我們剛才演示的 如果說每個用戶都去 選右邊的菜單,而不是角色 你說如果說我這裡有五十個員工 那你這個菜單裡面,你要勾選多少色 你的菜單如果越多,那你就得勾好多色 每個都去看一下 所以我們會引入一個角色的概念 這個角色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一個組 相當於一個用戶組 只要你屬於這個組裡面的 我給這個組分配了哪些全線 然後你是屬於這個組裡面的 那麼你就擁有了這個組裡面的全線菜單 這樣子的話,我們去做的話 就是去給這個用戶 設置了這個全線的時候 我們只要設置他對應的角色 是吧 那麼他就會把他的全線 相應的全線 給他 加上了 那我們這邊 這個角色呢 也有的地方叫做用戶組 就像我們的Windows系統裡面 我們去穿件用戶的時候 也有個管理員組組 還有個叫做客戶組組 它也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角色相當於是一個組 把各種權限 放到一個角色裡面 然後用戶呢 去引用這個角色 去擁有這個角色 那麼他就擁有了這個角色下的 所有的全線 這是我們的對角色的一個理解 好,我們這給他一個角色 也可以 稱為用戶組 好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看到 一個角色 可不可以擁有一個多 多個菜單 可以有多個菜單 那反過來一個菜單 是不是被多個角色給公司擁有 對吧 那我們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 把他們定義層的關係 叫做 多對多關係 那麼今天我們會 配這個多對多關聯 然後這邊 第三個 每個角色包含了很多 權限的菜單 當用戶指定為 某種角色的時候 那麼該用戶就擁有了 這個角色下的權限 那麼實際上一個用戶 有沒有可能擁有多個角色 可以有 那反過來一個角色又被多個用戶使用 那我們這個也叫典型的多對多關系 那麼多對多關系 我們會使用這個中間表來表示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一對多的話 我們是在他這個外鍵 就是我們的外表 是吧 紙表裡面我們給他加一個 跟組件有關聯的這個IDT 是吧 通過加外鍵 就可以實現這一對多的功能 那麼多對多就使用 使用這個中間表來 來 來 建立他們的關係 第四個點 一個標準的權限系統 包含哪些 我們這個權限系統 應該包含哪些表 這一點 一般面試官 一般面試官 可能會問到 如果說 你把你的項目寫進去之後 說你有這個權限系統的 那麼一般他會問 一般會問的時候 就會問 涉及到哪些表 裡面是怎麼去 是怎麼去給他付權限的 他又要你留一回 那我們這回 我們也可以來 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一般的這個權限系統裡面 涉及到哪些表 我們叫權限系統 涉及到表 有哪些 那我們剛剛看了 我們剛剛前面的時候 我們給他分析了 我們 這個系統裡面 有爵士 有用戶 還有我們的權限 權限就是我們的菜單 那這三個 是不是我們能夠看到的 這三個 比如說我們爵士表 我們數據庫裡面 就有一張爵士表 那麼用戶表是誰呢 你看我這裡列出來了這些 是不是EMP裡面的員工啊 對吧 好 那爵士表 員工表有了 是吧 那接著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我們的菜單表 總共我們就涉及到這三張表 對吧 好 那這是我們 現有的三張表 一個是我們的 員工表 我們叫做用戶表 因為我們這張表裡面 同時既承擔了員工 也承擔了這個 用戶的功能啊 就是我們的用戶表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的叫做爵士表 爵士表 那麼爵士表對應的是叫肉啊 好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叫做菜單全線表 是吧 我們就有全線表 全線表就是我們的菜單 Menu 那我們就起碼會有這三張表 是吧 這樣子做就是最基本 最少的 就最解析了 這樣子你才能給用戶去付全線 是吧 付這個角色 角色給他付全線 完了之後用戶 又付角色 這樣才算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 一個全線系統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也講了 如果說我們的用戶 可以擁有多個角色 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關係呢 假如說這個是我們的用戶表 我們用戶表 用戶表是我們的EMP 我們EMP 跟我們這個角色表又有啥關係呢 這是我們的角色表 角色表 一個用戶是不是可以有多個角色 對吧 那麼也就反過來一個角色可以被多個用戶 所同時擁有 對吧 那麼我們可以看出 他們之間是一個多對多的一個關係 對吧 多對多的一個關係 多對多的一種關係 那麼 多對多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表示的 在HABEN裡面 使用這種多對多的關係 我們是使用什麼來表示 對不對 其實不管是在HABEN裡面還是在哪裡 只要是數據庫 涉及到數據庫的 我們都用中間表 來表示他們之間的一個關係 對吧 只有中間表 才能滿足他們同時 這種多對多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這個就是 用戶角色 中間表 用戶角色 中間表 那麼這個表呢 表明我們也有 就是我們在建表的時候 第一天的時候建表的時候已經給它建了 那我們這個表叫做 EMPROP EMP下滑線ROP 這個是表我們是存在的 等一下我們又看一下這個表 好 那你說呢 我們自然表如果要表示他們之間的多對多關係 我自然表應該包含哪些這段 啊 比如說我EMP裡面我們不是有個UUID 對吧 那麼我們角色表呢也比較簡單啊 我們角色表裡面也有UUID 那麼除了UID之後 還有一個Name 你看我們這個頁面是不是比較簡單 這個就是角色式贈送 一個編號再加一個名稱 啊 好他又會有這個 兩個字段啊 那我們的這個中間表應該包含哪些字段 也是兩個字段是吧 那比如說啊這個是我們的 EMP EMP UUID是吧 EMP UUID 為什麼是EMP UUID啊 表示跟我用物表的一個關係是吧 好那還有另外一個字段應該叫啥 RAW UUID RAW UUID 對吧 那這張 這個字段就表示跟我們的角色表的一個關係是吧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 EMP的啊 那這個是我們的 RODE啊 好我們就把這兩個 圓上了 那如果說我們往自然表裡面加數據是吧 那我應該同時加EMP 跟這個RODE的一個 定案加進來是吧 他們兩個編號加進來啊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達到 啊 依多對方而於觀點啊 那多對方比如說我們又如果說查這個用物下面有哪些角色的話 你是不是在這張表裡面只要把這個條件是EMP UUID啊 把這個條件加上那麼列出來了就應該在這個用物下面所具有的角色對吧 那如果說我要查這個角色下面他所擁有的用戶 那我查的時候是不是把這個中間表裡面這個條件啊 指向這個RODE UUID等於誰 就可以 實現 啊 是 找出這個角色下面的所有用戶對不對 啊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中間表的一個用途啊 好 那除了啊 我們還有叫菜單表是吧 那這個是我們的菜單權限啊 這是我們的權限表 這是我們的權限啊 這是我們的權限啊 權限表 那麼權限表也是我們的MANU表啊 因為MANU表這個這個 就我們的菜單 是因為我們菜單裡面記錄這個UIL他有訪問這些 的一些資源是吧 訪問我們系統的資源啊 好 好 那我們這個啊 菜 我們的菜單表裡面有個MANUID算 對吧 有個MANUID啊 那麼 如果說我這個角色下面有哪些權限啊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關聯起來 對吧 那麼多對多了同樣的跟我們這個用戶跟角色的這個關係啊 也是一樣 他也是多對多的一個關係啊 啊 他這兩張表啊也是叫多對多的一個關係啊 N啊 那麼這個箭頭他也可以回來啊 就是通過他可以反差回來啊 我們把這個也加上 啊 他也是多對多的關係啊 那麼多對多的關係我們也使用這個中間表來表示啊 那麼中間表的話那我們就就會有一個啊 這是我們的叫做 爵士 全線啊 中間表 啊 爵士中間啊 爵士全線中間表啊 那麼這張表裡面啊 這個表名啊 我們也有啊 這張表我們的順庫也有啊 那麼叫做 RAW 就是RAW Menu啊 這個我們是這個叫RAWMenu啊 這張中間表 那麼這張表裡面又有哪些字段呢 啊 這字段是不是也很清晰是不是啊 那麼多對多了那麼肯定有一個字段肯定是代表我左邊的表 有一個字段代表我右邊的表 對吧 那麼這左邊的表啊我們叫RAW UID是吧 來表示他啊 那右邊的我們叫Manu UID 或者是ManuID 這個取決你建數據庫的時候給他的一個 一個字段的名稱啊 那這一點呢 我們用ManuUID也行 就ManuID也行啊 反正它代表的啊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RAW UID 應該 對應的是我的 RAW裡面這個UID 對吧 那麼我的Manu UID 應該對應的是我的Manu的這個 Manu ID 對應的是我們的菜單的ID 好這樣子啊 我們就把這個關係給掛上了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真正的這個全線系統裡面所涉及到的表 一共有多少張 對吧 這是我們的中間表啊 我們叫做用戶角色中間表 用戶角色中間表 那我們這個叫做EMP 那還有我們這個 全線跟角色之間的啊 我們叫做角色全線表 角色全線表 那這個是我們的叫做RAW 這個就是我們所涉及到的全線系統表 跟它 這個表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是我們的一個 思路圖 好那接著來 我們來看回來 看回來我們的筆記啊 那我們這五個表啊 其實我們都有啊 都有 那麼早先給到大家這個模型圖裡面啊 這裡面有個UUID 有個UUID 還有這個就是員工爵士表 跟爵士菜單表 啊 裡面都有一個叫做UUID的 這個鍵啊 這鍵是不需要的 要把它刪掉 如果說你現在的這個數據庫裡面有這三個 就是說 爵士菜單表裡面有三個 和這個員工爵士表有三個 我們要把它刪掉 把那個主件的就UUID的刪掉了 重新建表 重新建表我這個表裡面就應該保留兩個字段 只保留兩個字段 好因為我們只需要兩個字段就OK了啊 不需要很多啊 因為它是在中間表來表示啊 我們跟其他另一章表的一個關係啊 即使放了一個主件也沒有意義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是我們的菜單員工 還有員工爵士表 爵士表 爵士菜單表 一、二、三、四、五 說吧 五張表啊 那這五張表啊 我們都有啊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啊 這是我們的Sitebase PowerDesign 打開我們的 第一天的 第一天的資料裡面的數據庫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啊 這個表裡面啊 那員工表的話我們就不需要看了 那字段我們都挺熟的啊 那麼這個員工爵士表是吧 那麼還有爵士表啊 剛剛我們說這個爵士表我們就只有兩個字段是吧 一個是UUID 一個是Name 好然後我們這個員工爵士表裡面又有啥呢啊 兩個字段 對吧 一個是員工編號 對應的就是EMP UUID 那麼爵士編號對應的是就 Rule UUID 這個是我們的 員工爵士表啊 那麼我們通過就是員工編號跟我們的員工表就可以關聯 然後通過這個爵士編號就可以跟我們的爵士表進行一個關聯 然後完了之後啊 我們的菜單表啊 我們菜單表這個應該也是大家挺熟的是吧 我們手工去掛這個菜單的時候也是自己填的啊 好然後這個裡面的啊 我們菜單跟爵士啊 他們之間的一個關係啊 叫做爵士菜單表啊 那麼在爵士菜單表裡面我們也是一樣的 有個叫爵士編號 那麼爵士編號的就對應的應該是我們的這個爵士表 是吧 這個key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裡有個key啊 然後journal裡面呢 這裡還看不到啊 就是我們的爵士編號跟菜單編號 菜單編號對應的就是我們的菜單表 好這個是我們爵士 這個全線系統裡面的 分別的說 我們